嗨 我是戴戴戴安娜 今天要來分享眾神派對 必練的四星角排名 還有祭祀神機活動搶先爆 然後我會解釋他們的用途 還有可以取代的角色有誰 可以按照我的分析 來選擇優先練哪一隻喔 首先介紹祭祀神機征服者這個活動 在4月11號我生日當天 更新後可以透過活動 拿到這6隻打祭祀神機專用的角色 需要通關龜蛇龍難度7之後才能開啟 每天可以過任務拿碎片 有缺的角色剛好可以透過這個活動拿到 那我推薦6隻裡面最少要練3隻 3個屬性各1隻把技能練滿 這樣再打祭祀神機就能夠拿高分 我自己的祭祀神機小組分名都很高 尤其是打龍的小組排名第一 小組排名高的話 可以每個禮拜免費拿高等裝備 因為一開始資源沒那麼多 那我就推薦優先練哪3隻 練了之後除了祭祀神機以外 其他BOSS也可以用 這樣就能節省資源拿高分 首先先推薦青龍 打龜很強 打灼熱干擾源 陰浪之王也可以用 單體傷害高還可以擊退行動條 順便介紹打龜的組合 打龜的話最好用涌動屬性 那如果你有宙斯必帶 假如你有歐西里斯 有練的話就可以帶 就看你的練度 通常共鳴2 技能有練滿的話 四星角會比五星角強 這邊我就會把歐西里斯換成青龍 然後薩莉我們的奶媽 打烏龜很好用 那另外3隻就看你第一隊怎麼練的 再來推薦遊戲王紐紐 雅圖姆佐塞兒 他是防禦越高打越痛的角色 加上公牛之怒 可以抵擋負面狀態 讓他變成打蛇專用 呼嘯干擾員 陰浪之王也可以用的角色 順便來介紹打蛇組合 打蛇的話就要帶著熱屬性 如果有希拉、孔雀阿姨必帶 剛剛收到的牛牛 他的公牛之怒 可以讓他更不容易中毒 還可以禁療 蛇就不容易補血了 那如果你有練桑德賽特也必帶 因為打蛇的重點就是要用攻擊段數少的角色 可以搭配進化或免疫 會比較好打喔 那另外2隻就是看你自己練的角色 剛好有練月牢就可以拿來用 順便推薦大家要練月牢 因為可以來神格融合 可以換這個阿弗羅代帝阿萊莎 月牢練很高的話就可以換很多隻 就可以來幫他共鳴 可以順便拿身心精靈 那如果你有練阿萊莎 打蛇也可以用 因為他的屬性克制 還有他的反彈跟進化也很克制 然後你練了一樣可以來換 阿波羅、盧卡斯他的情人 那月老跟阿弗羅代帝都練滿 共鳴還有等級 就可以把阿波羅的共鳴練滿 這隻五星免費角色很強喔 第三推薦珠雀離光 打龍專用角色 還能打閃耀干擾員、涌動干擾員 還有暗影之星 順便介紹打龍專用組合 打龍一定要帶呼嘯屬性 打龍的重點就是要偷取真意 還有多段攻擊 所以打龍的要求比較高 除了練朱雀以外 最好還可以再練後翼、陸翼 他的射日九劍可以有九次多段攻擊 補血一樣可以帶西浮薩莉 超級奶媽 另一隻就可以打很多關 CP值超高 那大家記得去看我上一支影片有推薦 西浮薩莉的組合喔 那另外兩隻就盡量放呼嘯屬性 有偷取真意或驅散真意 多段攻擊的角色 如果補血有多練一個 蓋布、亞海默德、奶爸 那就更好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挑戰打龍難度16 然後五星角色又不多的話 可以考慮練這個 哈索爾、林恩 他也是多段攻擊 可以驅散 或者是三星角 霍德爾、霍爾 他可以在友方攻擊之後 跟隨攻擊 好那前面這三隻介紹呢 就是適合打裝備的四星角色 那再來推薦其他必練的四星角色 像是我們的賽特、桑德 你看我都已經練到六星滿供 技能全滿 他可以使用在很多關卡 練了保證不虧 像是超頻戰線的 求貝托爾投贏 陰浪之王投贏 然後我們的阿福羅代帝 阿萊莎 如果你有想要把阿波羅練滿 就一定要練阿萊莎 而且阿萊莎都不用抽 就可以把共鳴練滿了 那我剛剛有說練了之後 打蛇可以用 陰浪之王也可以用 因為他可以進化 打陰浪之王的時候 只能透過進化才能補血 再來推薦後翼陸翼 剛剛有說打龍可以用 打陰浪之王第二型態也可以用 好再來四星角美迪亞克洛伊 輸出很高 我都叫他小宙斯 配合達利亞的話 傷害可以跟宙斯打的差不多 那他除了傷害很高以外 還可以拿來打陰浪之王的第二型態 還有賀伯特投影 再來就是達利亞 因為他可以快速給我們BUFF 還可以拉條 第二階段也可以用 再來我推薦白虎靈效 他是一個隱藏必練四星角 可惜我沒抽到 因為他單體的傷害就很高了 然後可以給不同的簡易狀態 還可以直接給四個流血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推薦的多次釋放簡易 這三隻角色都不太好用 因為前面兩隻中毒都是全體傷害 所以打王的傷害就不會那麼高 第三隻這個霍霍霍霍霍霍爾 他又是三星角 而且他的大絕還是隨機攻擊 會打到旁邊的小怪啊 所以我推薦了白虎 輸出又高 納爵給兩個簡易 第二招給四個簡易 虎弓再給靜療 還可以降行動值 比前面這三隻強太多了 可惜我沒抽到白虎靈效 那只能先念卡拉雞腿堡 再來推薦曬蓮襲霓 這隻曬蓮襲霓的睡眠 我覺得比這個戴歐尼修斯斯圖爾特好用 因為睡眠最好用的地方是打這個佛貝托爾投影 教練coach的影片有詳細的解析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看喔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會有通知喔 歡迎追蹤我的IG臉書跟推特 我會每天更新AI繪圖作品喔 也歡迎加入鐵粉DC群組 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掰掰